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爱的 这是另外一个承认的 对 因为我的观察 所有好的相处 都是建立在互相对对方缺点的清楚认知上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麻烦 是来自于过分善解人意 我刚学会了 您又给我否了 真的 因为实际上你们谈这问题的基础都在于 是一个非常自爱的人 而一个非常自爱的人 完全不可能进入爱情场景的 忘记了自己的人 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 忘我 对 实际上不是因为有美好我才出门 而是因为我出门了 我可能遇到美好 所以对婚姻不要恐惧 你的婚姻生活的体会呢 确实是非常美好 我觉得每天都面临挑战 每天都要去 所以你说我们怎么没有恐惧 你看看 没有恐惧 任何一个人有缺点 都有相应的优点 比如说何清英吧 非常马虎 但是她就有很大度的一面 哦 马虎 所以她也大度 对对对 马虎嘛她就不在乎了 她就大度 她有很多时候直来直去 但同时你就不用担心 有什么秋后算账的事 秋后算账都出来了 对 实际上我觉得 假如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 非常舒适的话 不用恐惧任何婚姻的 其实我们是现在被商业的规矩灌输着 什么样的菜配什么样的酒 作为一个有自己意识的人 或者对美食有追求的人 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其实这还是一种建构的一种 建构 对 它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说什么酒的味道跟什么菜 那你洋酒配中国菜吃的这味能对吗 对的 完全对的 因为过往 我们中国菜 你能够获取食材的半径 最多只有五公里 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获取食材的半径 起码有五千公里 都能够跟威士忌酒 配出碰撞出很美妙的一些感觉来 在酒跟菜的搭配上面 应该是没有禁忌的 因为实际上这不是味的问题 是这个酒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不同的酒是喝出不同的氛围的 比如说 杯酒可以试冰犬 比如说 有鸿门宴 也可以煮酒润云雄 酒是有社会功能的 最简单 或者最普通的 甚至是低劣的食物 你能吃出幸福感 满足感 你能觉得这个食物跟你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的 这才是会吃 我听出他是陈小青的总顾问了 拍的都是老百姓的 对 陈老师有一个最简单的话 就是说 人类追求美食 其实都是为了追求 颅内高潮 可能你通过视觉 这个摆盘非常美 可能通过味觉 能够感受到这种高潮 可能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 通过咀嚼和吞咽也能感受得到 他并不是说哪种更高级 而是目标本身 如果从进化的角度讲 开始有生物的时候是一个单细胞的 他遇到了他可以捕获的食物的时候 把它包裹进来 慢慢的发展成为多细胞 慢慢就发展成为一个多细胞的生物体 这时候他部分细胞要分化出来 变成我们的感官 我们生物进化 逐渐就是感官越来越灵敏 感官所捕获的信息越来越大 投射到我们处理信息的这个大脑中去的时候 加工处理得到的信息 这个过程中 产生了很多神经地质 比如说多巴胺 五腔治胺 以锡胆碱 这样一类东西 都是神经地质 但是每一种神经传导的地质的种类跟比例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带来的愉快 迅快感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家宴非常重要 家宴是向你的朋友 展示你的家庭的来龙去脉的一个最好的窗口 那你家庭从什么地方来 什么样的祖籍 你这个家庭都经历过什么 在什么地方生活过 都留下它的痕迹 而且你在这些生活的轨迹当中 你有些什么重大的变故 都会在你的实物当中展现出来 所以家宴其实是一个家庭历史的一个缩影 所以能够尝到家宴是非常有性的 我们口腔的对美食的感觉来自于三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第一是我们舌跟口腔粘膜的味蕾体验 这是味道 第二是牙齿咬住它的时候的那种牙感 这个牙感呢可以有扎实感 因为我们讲咬定什么 或者是我们吃定什么 这个其实你不会是咬一块嫩豆腐一样 你咬住的时候你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 对对对 这是安全感 安全感 咬定 吃定你了 第三个很重要的 是我们吞咽 吞咽的这个动作 其实带动我们整个胃肠道向下蠕动 吞咽是我们大块朵移的一个基础 小金老师刚才讲的这个 育营还聚的这个感觉是 味道很好 想吞下去 但那个降机呢 又是一个冷的 又是一个硬的 所以需要用牙齿 更安全的把它磨得细一点 所以迫不及待的要吞咽的感觉 就是欲营喊聚的这个感觉 这个真的是可以分解的 我从来没有自己想过我这个 不就咱们说的有矫劲嘛 我们在很多社交场合 我们误以为自己是无限的 实际上本质的我都是有限的 有限的自我是需要在有限的边界内来肯定自己的 对 餐厅里的互动关系啊 其实是有表现形式的 但是家宴当中的互动关系 是没有任何模式 嗯嗯嗯 那这种不确定性 恰恰就给你带来很多新奇感 也带来了很多的启发 嗯 所以文涛老师刚才说的好 对文涛老师 碰到很多火花来 就是因为不是设定的 嗯 也没有仪式感 对 这点非常重要的 嗯嗯 男士们是能够吃的明白 女士们吃的糊涂 不不不不 不是吃的糊涂 呃 女士们是更在乎于在吃的时候的得体 是吗 呃 在吃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 呃 优雅 嗯 难怪那个撸串的女的少 嗯 是吧 你家业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嗯 不可能照顾的很周到 可是 美味你是有能力提供的 而且你提供的一桌菜当中的酒水也好 甚至你自己独创的一种果汁也好 都是属于你的 比如说 我发现 陕北有一种石榴 石榴 石榴 嗯 到最成熟的时候 依然是酸的 当地人呢拿来做药 熬成酸石榴膏 嗯 致哮喘 致慢性脂气管炎 结果我发现啊 这个酸石榴汁跟可乐之间的搭配 绝配 好喝的不得了 哦 这只有我们加油 用力的认真生活 嗯 不要蜻蜓点水 蜻蜓点水 你永远都是个消费者 如果你用力的生活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输出者 优质的饭局啊 嗯 其实有一个背景 嗯 就是大家日常的生活是非常繁忙的 所以饭局才成为放松 并且调整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你像我们刚才谈过年 我们谈农贤 其实假如我们没有农贤 我们不会积累 我们今天现存生活方式的文明呢 我在农村待过很久 嗯 而且过年我当时没有钱能够回来 我在农村跟当地我的房东一起过年 那我发现 只有在农贤的时候 他们有人会去吹唆呐 有人会去唱摄戏 有人会去剪窗花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文明生活的一些组成部分 都是在农贤时候被浓缩的 其实他讲的这个感情的问题 是起源于口语气 安全感 比如说我问你 你还想得起你刚出生的时候 喝奶的那种奶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你肯定不知道 想不想起来啊 但你绝对是需要有腐的 腐乳的 肯定要吃妈妈奶嘛 对 这个腐乳来源 不是你的饥饿感 你没有饥饿感 你没有那种感觉 来自于你的安全感 你被人呵护了 这个叫口语气 那过后呢 就会来到肛语气 所谓肛语气就是自我管理能力 就不给你再用尿物了 你可以管理你的排泄 一个是摄取 一个是排泄 但我们吃的时候 这个不是感情 是情感 情感跟感情不一样 感情指的是 我跟你距离的远近 关系的疏密 对 这个是感情 吃可以造成感情的一定的变化 当然也可以用吃来警告你 让你感情疏远 但是情感 其实在吃的时候 你是获取了安全感 获取了认可感 获取了你自我管理自己生命的能力 跟吃奶有关系 跟吃奶有关 跟口语气的强烈程度有关 陈利老师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叫在口语气没有受到过细心以待的人 大了以后都会报复 他们往往就会成为美食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